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這個 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親民黨的李總召很快就會到現場 那他傳來一個信息 希望我們的會可以先開始 先開始 好 那麼在開始我們今天的 來 總長 的學商 是因應5月23號 我們民進黨黨團 這個建議 由我來召集針對 地方制度法第44條 集第46條條文 來來來來 你總照到了 剛才你宣布而已 還沒開始 的修正草案 那麼該天的草案 該天地方制度法的一個協商 我們沒有共識 那麼我們國民黨黨團 是要求 能不能請有關的單位 來做一些說明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 內政部 內政部 那今天累積的有我們的 葉部長 他親自到現場 還有我們中選會 我們的劉主任委員 劉主任委員到現場 那司法院 由我們的張護秘書長 張護秘書長 也到現場 法務部是由我們的成民堂 政務次長 也到現場 那我們 等一下我們進行的程序 大概我們還是請 各黨團的代表 我們不要每一個都講話 再短暫的 來將我們 這一個條文 的一個協商的指趣 來做一個簡短的說明之後 那我們就邀請 我們 列席的四個單位的代表 來針對這個案子 有沒有大家疑慮的 包括違憲 那對地方選舉的影響 會怎麼樣 來表達他們 單位的立場 他們的見解 那之後我們再進行 彼此之間的一個協商 所以我們現在 是不是就請民進黨黨團 先來做一個說明 好 來 在台灣民主實踐的歷史上 這個 地方異位的選舉 常常有不當的力量介入 但是因為民主政治時代來臨 其實選出外的人都是民意代表 既然是民意代表 他就是必須要 他因為他是受人民的委託 他要把他的意見 充分的給人民了解 所以在議會裡面的選舉 議長副議長 如果採用記名投票的方式 對他投下這一票 到底投給誰 做一個公開清楚的表示 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也可以消滅一些不必要的干擾在裡面 所以民進黨黨 非常堅持的主張說 要把這個議長跟副議長的選舉 罷免都改成記名投票 以上我們的意見 謝謝 好 謝謝吳委員 那我們請 國民黨黨團的代表 李委員 院長 副議長 各位同仁 我想 當然民主政黨 當然 如果說地方自治的話 只有國民黨跟民進黨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憑良心講 地方自治各縣市選政府議長 還有很多五黨跟小黨在 剛才講說 民進黨跟國民黨 大家對於各自政黨負責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其實我最近 各縣市走了一趟 打了電話給很多五黨的議員 他們也都擔心說 我下一次我要投民進黨 國民黨 這都要公開讓大家知道嗎 對於很多小黨的民意代表來說 他們是有壓力的 對於大的政黨來說 可能或許沒有問題 對自己的政黨負責 但是回歸到小黨 他們怎麼去做抉擇 他們會有壓力 再來他們擔心說 未來如果要開放投票的話 會不會很多人 在選前就被壓走了 這個事情不是不會發生 我們不能只考慮到 國民兩黨 比較大的政黨 還有很多五黨 甚至小黨 他們如何去因應這個問題 對他們來說是有壓力的 以上 謝謝李委員 我們請高路委員 也剛好我們是小黨 那時代力量從過去到現在 對於國會改革 就是一直強調公開跟透明 所以呢 不管是從中央立法院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其實到地方的這個議會 我們也認為都要如此 主要的原因就是 而在於政治的表態的部分 我們認為政治人物 應該要對選民公開負責 而不是就是對特定的人士 而藉由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對公民負責 我們認為這是有必要性的 再來也可能就是擔心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選舉 如果是不敬明的話 他會不會有買票之餘 當然這個質疑有時候是想太多 可是我們覺得應該要避免很多的弊端 那秉持著我們自己認為 就是要公開透明這樣的一個原則 我們是支持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方案的推動 採取敬明的投票 謝謝 李偉 其實上次超越協商 那時候我們就有提過 就是希望請專家來這邊做一個說明 那今天應該其實在談這個也沒有什麼意義 最主要的本質就是說 在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他是遵循憲法的129條 那你立法院長的政府院長是不記名投票的 那如果你要立法院長要 政府院長要記名投票必須要修憲 要憲法要觸及憲法 可是你立法院長的政府院長 你用不記名投票 那我們身為立法院的各位委員 你們要要求地方的政府議長要記名投票 這個邏輯上 我當初的質疑是在這個邏輯上面 必須要在法的行為上請 請相關單位來做一個說明 這個說明如果可以說服大家 說服不了怎麼樣 說服得了我的話我就可以了解 最主要的今天最主要會再來超越協商的意義在這個地方 我建議院長就黨團就不用再談了 該講都講過了 然後請他們來發表一下意見 好 那首先我們就請內政部先來針對這個案子 來做一個說明 所以剛剛你都談判得很清楚 我們希望在葉教授也是葉部長 對這方面的專家 客觀地去講 而且要根據法院的立場去講 好 謝謝院長 謝謝各位委員 從內政部的立場 對於這些制度的安排 最擔心的說會不會違憲 那憲法129條確實有規定選舉是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 裡面也提到無記名 但是我們仔細去了解到憲法的這一個規定 它基本上並不是 並沒有涵蓋到地方政府議長的選舉在內 所以如果說憲法上的這個要求並沒有涵蓋這些的話 那對這些制度的運作就 其實就是立法的空間的範疇之內 那我們立法院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 當然會有很多利弊的分析 那確實採取記名投票跟不記名投票 它確實會產生不同的不同的意義 那以這個不記名投票 那當然比較能夠強調個人的意志 但是政治責任比較會不清楚 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說是採取記名投票 那相當程度會比較能夠讓每個投票者負起他的政治責任 所以實際上從過去到現在的運作 我們也看到也有量票的情形 那這些量票的情形最主要是說目前也並沒有處罰的規定 那以至於實質上對於量票的情形目前的狀況也沒辦法 所以整體說起來就是它基本上如果沒有違憲的疑慮的話 那基本上是大院可以針對這樣的事情做通訪的考量 那不管做怎樣的決定 從內政部的角度來看是會予以尊重的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葉部長 我們等全部都說明之後 再來 我們是不是請中選會 院長 民主長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們看世界各國的關於民意機構裡面的首長選舉 也就是議長 副議長的選舉 確實是兩種方法都有 有記名也有不記名 各有各的基礎 各有各的利潤基礎 我想這個應該是蠻明確的 那剛剛葉部長講過 也各有各的利弊 那在中選會所負責的這個選舉 這方面來講 我們負責其實都是直接的選舉 剛剛葉部長提到的這個 包括各地方的議長 副議長選舉 其實它是間接的選舉 那間接的選舉要怎麼樣的處理 這個我覺得是立法院的職權 立法院來處理 那至於說地方民意代表的這個部分的選舉 其實是 當然它是在這個地方制度法第44條的規定 這個部分我想中選會 最尊重主管的內政部的意見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劉主任委員 再來我們請司法院的張副秘書長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 那麼司法院呢 有關於這個違憲的問題 那當然具體的個案 那是大法官的這個權限 事實上今天司法院是一個司法行政機關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代表大法官來表示一件 那我們只是針對就是說 我們來了解一下那個有關憲法的相關規定 提供這個大院一點這個參考 那我們的想法跟葉部長的想法是一樣的 就是說憲法129條的規範指的是說是憲法所規定的那個選舉 那但是呢今天我們所討論到的地方議會的這個議長的選舉呢 看起來不是憲法所直接規定的這個選舉的範圍 所以呢應該是有這個解釋的空 就是說是不是違憲呢 其實並沒有那麼直接涉及到違憲的問題 它是會有解釋的空間的 那以上這個是司法院的想法 好謝謝張副秘書長 再來請陳政務次長法務部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那法務部就法的立場來表示一點點 第一個呢剛才葉部長還有幾位先進去提到的 憲法129條裡面所提到的吳紀敏投票 雖然有其他吳紀敏投票 但是呢從老輩的憲法協責 我們查過憲營州 館歐 黃棟培 林濟東 陳士忠等等 那這個書裡面都有特別提到說 這個129條所謂的嫌疾所業疾的這四種呢 指的是憲法規定的嫌疾 比方說當年的國大代表 總統 副總統 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 現在沒有啦 省民大會代表省長 省議會議員 省民大會代表縣長 還有縣議會議員等 講到議員 但是沒有提到的這個議長的嫌疾是第一個啦 那這裡面提到的就是說要憲法所規定的嫌疾 那議長因為不在憲法裡面 第二個呢 最高法院 104年9月1號刑庭會議結議 也就是去年針對量票案最後的決定那個刑庭會議結議 當時呢 認為說過去我們 大家罵我們檢察官亂行起訴 量票案 現在都無罪 現在已經是定案的 這裡面理由呢 我稍微敘述一下 否定就是說不構成量票的理由 裡面有一些理由 請大家參考一下說 議員投票究竟簽選任何人擔任議長副議長或故意投費票 僅是涉及議員個人政治意向跟理念 屬於議員自由行使投票前的內涵 以議員 以議長副議長當選後所具有的職權功能 這是不同層次的事項 不能夠互能議談 所以呢 這個有關於議員投票 議長那個部分 是有關於議員本身保有的秘密 不是國家保有的秘密 也跟國家政務或事務無關 所以這個量票他當然講的 後面講的量票就不說了 所以投票後 他如果私下告訴投票的簽結內容 告訴家人朋友或政黨的同志說 我投給誰 這個也不會構成洩漏國防有的機密罪 當然我們起訴的是這個罪 但是這個不構成 所以這裡面有敘述到說 那總統副總統選舉辦法跟公子的選舉辦法 所謂的量票行為是立法上規定的 那其他沒有規定的話 他有規定的話 是要防止投票的秩序 維護選舉的公正跟順利 但是整體來看的話 如果沒有規定的話 他是要在維護投票的人 跟這個投票的自由 付給投票的秘密投票的保障 這也只是說不公不量票 如果說他願意自願把內容告訴別人 這是自願放棄秘密投票自由的行為 如果法律有命運規定以外的話 這個應該是 這是屬於個人的自立的問題 還有議會自立的問題 所以雖然量票動機 有可能是迎合選民監督 或出於政黨要求 過去的量票 未必跟金錢暴力介入有關 所以這個部分 雖然量票當與不當 雖然有爭議 但是沒有明文處罰 就不應該處罰 所以基本上認為說 這個情形 他是自願地放棄我的秘密權 不當然就是說有違法違憲的問題 另外大法官的四字 499號解釋 這個案子是針對國民大會當年所謂的自回案 就是自己後來被宣告違憲 他裡面也提到投票行為 投票行為是說 當年是吳紀敏投票裡面 只要三分之一通過 就可以改為紀敏 而當時有三分之一的國民大會代表 已經有主張要記名投票 但是沒有理 大會沒有理 就自己投票 通過了所謂的自由會案 這個解釋認為說 當時也有三分之一 主張要記名投票 為什麼沒有記名 所以認為違反程序 宣告違憲 這是499號解釋裡面理由的 另外我們有參考國外的例子 美國憲法第一條的第五項 雖然提到沒有那麼明確 就是認為美國實務上對眾議院議長 眾議院不是參議院 眾議院議長呢 他雖然在法律上 他的憲法沒有規定說 民文要記名 但是他上面都有亮出電子看板 電子投票板上有列出名字 也就是說過去的學者呢 也提出來說 美國眾議院議長 他是記名性的 日本參議院規則 第四條第二項 他是規定說 參議院的議長才單記無記名投票 同樣的規則 同規則的二十條第一項 他規定首項的選舉呢 他才單記記名投票 各位知道說 日本是內閣制的 他的首相也是議員 所以他針對選舉首相這個部分的話 是單記記名 所以呢 是不是說一定要無記名呢 在美國日本呢 他有不同的立法力 所以基本上呢 法務部認為說 這個記名不記名投票呢 都有各有 憲法協責上面呢 都各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既然這個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 這個 縣市議會議長的選舉 因為是一眼互選嘛 每個都是候選人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呢 不是屬於憲法層次的選舉 那是不是要採取 吳記名或是記名投票 這一部分應該是 也可以屬於立法行程的空間 法務部尊重委員的這個決定 好 謝謝 那麼我們邀請的 大概針對我們的 相關的選舉 來 我再請教一下看誰可以說明 我們現在是針對地方議員 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記不記名投票 你們怎麼解釋 憲法規定 所以就不記名投票 就是立法院政府院長 就一定要照一二九走就對了 好 那 我們就開始進行黨團之間的一些溝通 我想各單位的說明也非常清楚 我們現在請各黨團 可以表示意見 好 那文進 我想我們都表達很清楚 當然你說 這個立法院政務院長 我們就是依照這個憲法規定一二九條 那至於說地方議會的選舉 由我們中央去把它做硬性的規範 這個有沒有抵觸到這個地方的制度法 我們去要求的喔 我想這一點是不是請葉部長 你應該要做一個比較清楚的一個闡述 對不對 我們自己不記名 然後我們去要求地方議會說 你一定要記名投票 對不對 那我上次也講過啊 其實利弊得勢各有 不是只有當方向 好為什麼說利弊得勢都有 不是只有當方向 因為可能這兩個人裡面 我就喜歡這個人形象好 我要支持他嘛 但是另外一個人 我認為他這個後台很硬有黑道背景 可能我口頭去忽衍他一下 但是我秘密投票的話 我可以保有我自私有的一個隱私的空間 那今天要是全部都亮票的話 你一出來 口頭雖然有給他忽衍答應一下 你會沒完沒了 我講得很清楚啊 利弊得勢都有 你當然另外一面 你說我把這個 對我的這個表態我來負責 當然這也是一個想法 你不要說因為表態負責 有時候 到時候你就說這個可以杜絕會選 天曉得 對不對 這個我看 不一定 不一定 這個 我們 我們這樣子 對不起 我們 差不多該講的各黨團的理由 在上一次都有充分表達 我要那個葉部長針對那一點 他做的 好 葉部長你來 這個不是質詢 我們是請他們來說明 好 來 部長 來 我可不可以再問部長一個問題 其實就誠如剛才這個親民黨的李鴻軍 女委員所講 立法院是最高的民意機構 議會就像地方的立法院一樣 立法院都是無記名 舉重於民情 是不是應該法的 應該也是一致才對 法院判決無罪 是認為說議員他可以自動放棄秘密投票 但是修法後的記名就等於是剝奪秘密投票的權利 我是對法這麼認知 我有這樣的看法 那是不是請針對這兩點 到時候請部長要解釋的時候 一並去做一些說明 好不好 因為剛剛那個院長 那個內政部他的報告 其實他也說明的很清楚 你看他的那個建議一二三點 其實就說的特別的明白 包括他在一百零三年也到地方召開很多的一個 這個座談會 很多地方的意見都不一致 那這種不一致之下 我覺得我們不適合去強制人家 我們一定要公開的一個做法 但我覺得我們到立法院這個層級 我們公開亮票都有我們的政治責任 但是地方的議會 包括代表會 很多不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參考 內政部給我們的一個資料 這個部分再請部長 給大家簽訂好了 好 那是不是請 你那個報告是成為人當部長時候的報告 不是現在的報告 所以你不要拿來這邊 我直接了這樣講得清楚 今天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用法律明定他要記名投票 這真是我們立法的目的 所以你這個 你贊成與否是關於投票的時候你的表達 你在這個地方 人家機關都已經把他的法律的理由跟原理講清楚了 你一再的表達是反對民進黨黨團的這一個法律修正案 所以這個是將來留待 如果今天不能達成共識是表決的時候 大家再舉手表決的表態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也沒有什麼再往下談的空間 既然大家意見差那麼多 這個今天就沒有共識了 好 我們再請A部長回應之後 那如果沒有共識 那我們大概因為每一次的協商不一定都有共識 這個上一次大家都有共同的一個看法 那大家也覺得相關的單位來說明之後 至少有一些問題釐清楚之後 大家自己有共識 那就朝著共識 大家一起來共同努力 沒有共識的話 我們就交回宴會來處理 我覺得這樣大家 我覺得今天這樣溝通很好 大家非常理性 互相之間來談論 國家的未來的長遠的制度 也是一個好事情 那部長不然就請麻煩您再回應一下 好 謝謝 我們的憲法設定我們並不是一個聯邦的國家 我們是一個單一國家 所以單一國家 然後對於中央地方的各種制度 以及立法權的行使 那都有相當明確的規定 那為什麼我們會有地方制度法 那又為什麼地方制度法裡面 會有這樣子的規定 相關的這樣的規定 其實也就是確實 中央的立法對於地方的這些制度 確實也為了一種統合 那本來就有權限做這樣子的規定 所以在這個意義之上 確實是立法院對於 這樣的可以透過地方制度法的內涵的賦予 那麼對各種地方的這個制度 那尋求一個一致的這個制度規定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思考下的東西 好 這個我們這樣子 到底大家對於這個議題的協商 如果大家覺得彼此之間的器件 器件還蠻大的 那我們當然就是沒有共識 因為大家這麼多人在這裡 那一直在重複講同樣的問題也沒有必要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今天邀請他們來 就是來做率名 做率名就是有跟我們說 當然如果站在立法院的立場 我們要收到129的一個規範 限華129條 至於說地方 地方也有地方也自治 你不能說要剝奪地方的自治權 硬性規範你說一定要亮票 這個實在是 有一點很扯啦 講實在話 好 來 林德委員 來 柯委員 同樣的話我們上週講過 但是這次也還是要講一下 第一個 你上週講的反對理由 我們要復原 我到來請他要復原 這就是我們法不會處理這東西 要會選擇包吏 那是另外一個處理的方式 講 那我們來講的是地方陽光法案 整個地方自治法也是 剛才一部長講 我們是一個單一國家 統合法律的概念 那所以中央整個立法下來 這個等於第一次法 照你這個邏輯官員的話 我們為什麼要干涉地方議長 副議長選舉 整個第一次法也是在規範地方的問題 這是我們中央立法 要去處理的問題 那本來有沒有違憲 是沒有違憲 你說你反正也才能處理 你反正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一般議長選舉都是量票 還是量票 我們不把量票都立即量票 沒有啦 大家也要量票 拿到電視器 還有都有 所以我們不要在這方面正病 這是一個 當然政治理念的問題 我想今天在這個地方 大家來討論得這麼清楚 這個 然後法律治理保命的權益 各部位都很清楚 大凡事件都是很清楚 乃至於大凡事件 事上市 國大那個違憲的事 他祖宗該居民而為居民的違憲 那何其中大 還是改 那是該居民而為居民 因為有人提案居民 3分之一提案 所以 說法是這樣 都說了 我們都尊重 你說要去協商 叫部長 所有人都來 你說第三位來法務部 什麼都來 部長都來 我們都一再尊重 大家去 這個 我們明天做 是不是 讓大家 照程序處理 沒關係 處理以前大家發言 我們都沒有意見 那 面對顯民的抉擇 真正副總理就是要負責任的 我真的我都沒意見 我只是 就事論事談 我都 誰要怎麼樣都要 因為 院長 議長都不論到 我們也不論到你們 不過 我只是很 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憑良心講 你如果政府院長 這是憲法保障 那你議會議長 那代表會為什麼 也不一起做 所以這個 還是會 會 這不含代表會嗎 有啦 總來了 代表會啊 總來了 總來了 民主党電 你看不見 瓜哥 舉例 我再回答丁德副委員 我們是一個統合性的國家 你如果說地方制度也不應該限制 那為什麼農會法 我們中央立一個農會法叫地方的農會 要來遵守農會的規定 所以 你那個 我剛剛講我們的真點 正是我們今天要處理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要處理的問題 如果沒有辦法共識的話 那就用院會來處理 就是這樣 就多數暴力這樣就好了 對嗎 來 黃委員 這個 院長以前有在這裡做過議員 大概這個 柯志明委員 以前如果是這樣 我們都給兵了 那我覺得 你請坐 我還不說了 因為地方 你請坐 因為地方的議會 我們那天在質詢的時候 其實超過百分之三十幾 是無黨的 百分之三十幾 那你剛才講說 要陽光法案 我覺得這個都OK 可是這個到底要保障金錢跟暴力 我覺得這個值得檢討 因為我們以前也都在地方議會過 大家也都知道 你也有很多人在屏東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做 才能夠真正的達到一個 讓大家能夠照自己的意願 而且是一個陽光的投票 其實大家心裡都有底 但是現在科委員的意思 總照的意思就是 反正我民進黨的人 照這個就走 從這個就來標掌 你們說了就是這樣而已 這樣的講法 我跟你講 真的是讓我們聽不進去 你這個利弊得失 其實剛才 我想部長應該同意我的講法 百分之三十幾的無黨籍 我們用這種方法 欸 是到底是真的去買票 幫忙他們買票 還是 對啊 還是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必須要用良心的來負責的 因為我們都歷經過那些選舉 那今天只是把他更坦白的在這裡講得更清楚而已 黃委員 我要回答一下 黃政府怎麼說 沒有 你如果要表官 你們就是要負責的 沒有 我都不這樣 這個是講責任政治 不是政黨政治 有很多是無黨吉他這個 我們不是說 我們先講兩大黨的 什麼有黨的政黨政治 這個是一個責任政治 讓每一個議員選出來的政治人物 我對他 對選民來負責 我是怎麼託法 這個是一個責任政治 不是正常政治 你說責任政治 我們任務員也是都不去名 對不對 任務員也不用去名 任務員就直接 憲法要求規定就這樣 你說我們一定要要求再來 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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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這個 好啦 對於黃東正委員講 這個法案是3月28日出委會 到到底4月28日就可以表決 那中間我們以前說 大家要協商 等不要一次就表決 所以中間也有協商過 沒有結論 那今天是多少 今天已經超過一個月 其實我們在兩個禮拜前就想表決 我們也說 不要直接表決 請院長再來協商 那上次我們請院長來協商 你說不可以 這裡面沒有人 還不會不來申請 我說不再來一次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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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講的 我們也是你的要求 我們一再說 經常和諧為主 一定是這樣的觀念 我又講的是一個 責任政治不是政黨政治 沒關係啦 你什麼黨都要做這個方式處理 我們也是要處理 我們在委員會協商的時候 就不和諧了 他就說我們就是要這樣 你會記得 你去退席抗議 我們那天是退席抗議的店長 那個現場就是這樣走的 有啦 你是在把那個錄影帶調出來 因為有百分之三十幾 的確是五黨級的 我們用這個東西 不重要 我們在這裡講話比較重要 實在是不理想 好我看這樣子 我們 以後大家 在一起的機會 至少還有三年多 還有三年多 還有很多議題 大家都還要討論 你每個人要錢得贏 沒關係 以後三年就是大家 對啦 我們這樣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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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大家協調 對啦 協調你們每個人都一定錢得贏 好啊 看著辦啊 我們這樣子啦 我們這樣子啦 院長你在地方的議會 國大代表 跟這個 你都非常的清楚 尤其是在民党化 我說了 老百萬 要表情就表情 那是哪有 你們這樣 我今天表達二十幾年 不要贏了 你你想喔 一年頭這次要贏了 他們不要贏了 我們做了多少 我們做了多少的會部 對不對 那你最清楚 我拿鄭太極 部長你應該 部長你應該知道 鄭太極的選議長 這是一個最明顯的案例 對不對 那在這種狀況下 你要逼大家都去表態 是真的去幫黑道 還是真的去幫會選的 我 我在這裡大大的打了一個問號 真的也是什麼案子 那個和這個 好 我想這樣子啦 那個人集團行為和法 沒關係 我們今天 不可能處於個人集團行為 來 院長 來 對不起我趕回來 因為聽說 後來還是有一些爭議 不過我這邊是奉勸 我們其實是按照 立法委員之權行事法 來開這個協商 那協商有協商成功不成功 之前沖之鳥交成功 那也有不成功 WHA這個不成功 我是覺得不需要在那邊 互相放狠話 因為我們都是按照這個遊戲規則在走 對不對 那也按照 剛才之前 國民黨黨團要求 請部長們來做報告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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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委員是這樣 我們都真的是相互 盡量做到 可以 像 上次 這個幾天前 這個紅十字位法 你們也是 後來就離席啊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都是協商的過程啊 不要 又牽托到 以後預算案我要去報復你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都還是有錄音錄影啦 大家都看得到 我是覺得大家就事論事 如果要部長來 部長們也把他們的法理見解講了 那我們就完成這個程序 前面你沒有進來 你沒有聽到嗎 好 我們這樣子啦 我回去好好看啦 我們這樣子啦 我看這個 這個下去 大家火氣會越來越大 我們的確學商已經兩次 那 我們 就 沒有共識 那我們 還有 今天晚上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 明天早上有共識 也可以 來完成這個共識 但這就不是協商 就是大家 這個 我看現在 親民黨好像 不是很有意見 都可以啦 是這樣子 要記名投票 從議法院開始 好 好 那時代力量是支持修正案 那 好 那民進黨是提案 那國民黨是反對啦 那國民黨是反對啦 部長你的 你還要上個禮拜 已經 所以我們今天的協商就沒有共識啦 那我們就依照程序 依照5月23號的結論 就 5月27號 依照院會的程序 來進行啦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沒關係啦 如果我們每一次的協商 都要講這些 一樣的話 你都說 你這這樣用了 那你就乾脆就講 我們反正用多數暴力嘛 對不對 你就用多數暴力就好了嘛 對不對 不可以每一次都這樣子講嘛 funding 可能 謝謝 會不會 認識 presence lv